歡迎參加第十一屆《基本法》當年啟 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會 比賽由香港《基本法》推介廖席會議轉發 以辦這套為和副社會企業 政府中學校長協會 補助學校議會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 香港島校長協會 九龍地域校長協會 新界校長協會 香港教育成 I debate 天南大學 香港法學學會 今天的辯題為 全港府應取消對社福家一筆過副本制度 現在我介紹一下政方和反方的部落 政方校為 性侍提反女子中學 幫助變為 李詠楠 李詠楠 一位歐陽 歐陽 歸臘同學 第二位 陸位 黎欣坤同學 李詠楠 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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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 陸位 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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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香港教育公審定理會 王廠嬌中學 程東 梁老師 以為要宣復你法律規則 發展發言時間和順便 各辯論員須於發言前順主席時期 繼事員將會命中和分數計時 辯論員須於命中後才開始發言 第一輪雙方主席發言時間為四分鐘 第二和第三輪副變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第一輪雙方主席發言時間為四分鐘 第二和第三輪副變的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雙方主席發言時間為四分鐘 在正反雙方主席前都有兩分鐘準備的時間 各辯論員發言時間結束的一分鐘 繼事員將會命中一次 以是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發言時間終止的時候 繼事員將會連續緊張兩下 事異辯論員須盡快總結他的講詞 在法定時間終止十五分鐘過後 即是第十六秒開始 繼事員將會連續緊張三下 該隊便會被扣分 扣分制如下 在法定時間終止十五分鐘過後 每過五秒 每位評判將該隊員於發言時間 所得的分數扣五分 而此類推 不足五分亦量不分解 邊緣不可使用大過15.6cm 乘9.5cm的資料卡 現在將會檢查相關的資料卡 比賽的程序就是 正反雙方主編和劫編發言的時間 高為四分鐘 其餘負面的發言時間 高為三分鐘 先由正方的消流正方發言 然後就是反方發言 如此類推 在台下訓民方面 每隊都有三個台下訓民的機會 每位投入法文者的發言 法定發言時間為一分鐘 法文者須於計時完明鐘之後才可以開始 在法定時間完結前十五秒 計時完將會明鐘一次 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止的時候 計時完會明鐘兩次 至於辯論員須立即停止發言 如果不停止的話 主席將立即終止他的發言 任何一方未來在主席的要求之下 立即派出答案在台下訓民的話 就會當自動棄權 除了損失高等的十分之外 對方也可以在台下訓民方面 對方可取該台下訓民間 變分為三十分 台下訓民者自可以發文 可以辯論或者評論 否則主席可以終止他的發言 台下訓民者需要在一分鐘之內提出問題 如果不是 發文一方就會補分 對方無需作答 也可以取得該題的補分 如果任何一方都提出抗議的話 評判有權告知出手 台下訓民者必須有三位不同的同學 定於發言的時候 站在評判的前方 台下訓民者需要在發言前 向主席處理 得到主席的話去之後才可以發文 於是以發文者多過一個人 則由主席決定先後 任何一方在對方才下訓民的時間 三十分鐘 未能派出代表答辯的話 就當自動棄絕論 該零的答辯分數為零 各隊各有三次的答辯時間 每位排下訓民者 要在法定發言時間為一分鐘 法輪者需要在計時完明鐘之後才可以開展 在法定時間完結時十分鐘 計時完結時會明鐘一致 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 在法定時間終止的時候 計時會明鐘一致 事業辯論員必須立即停止發文 如果不是的話 主席將會終止其發言 每次的答辯時間 答辯一方只可以排出一個人發言 不可以另作補充 同一個辯論員不可以回答 全部三段的問題 當政方第三次答辯完結之後 將會有兩分鐘的時間去準備結辯 預備結辯的時間完結之後 會由先方先作結 然後就由政方 請問雙方同學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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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李卓瑟出開始 正方的主編時間 正方主編的發言時間為四分鐘 請問雙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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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政府一次過佈法機構一段時間內所需的費用 其中包括了員工薪酬和機構原有服務的營運成本 另一方面租金和差響則則以過往的實報實銷方式繼續發額的機構 由於制度關乎於公帑的運用和整個社會福利界的利益 因而今天行量變態的準則 應為體客一筆局部款有沒有違反它的福利原意 和公帑能否被適當運用 我方今天贊成變態 港府應該取消對社福界一筆局部款制度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一筆局部款制度令社福界商業化 違反政府資助社會機構的原則 政府設立部款機制資助社福界 本意就是想社福機構避免處處考慮成本 而令服務變到商業化 一筆局部款之後 竟然有護理社福服務縮委以5800元為一床計算 和樽貼額起碼有2200元的距離 今天我們看到 就是因為一筆局部款這個制度 機構需要在有限的資源下不斷自行運作 變相是政府迫使了社福界跟著市場運作 令他們迫於無奈最終佔出商業化 結果社福界跟受幫助的人的關係 就變得好像商家和顧客一樣 你有錢才可以享受服務 而所有的服務已經徹底地變成成本生意 根據跨越90年代香港社會福利白皮書指出 社會福利的宗旨就是幫助有需要的人 然而在社會福利界已經商業化的情況之下 它還怎麼可以有效幫助有需要的人呢 第二 一筆局部款制度 未能按機構需要撥出金額令社會資源創配 相比在以前的實報實銷 一筆局部款往往以全面客觀的標準去量到究竟給予多少資助 機構獲批金額過多和不足的問題一定會出現 給多了公帑就會被浪費 就以07年為例 就有140間社福機構累積盈餘高達20億5千萬 佔有關機構年度營運開支的3乘3 當中43間機構的儲備更是維持全年營運開支的4乘或以上 正正反映了他們怎樣浪費了原本可以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的資金 相反比少了又會降低了服務質素 就好像明報指出 在一筆局部款的資金不足的情況下 多間向長者提供送販服務的社福機構被發現轉用廉價食物 令貧窮長者的膳食質素下降 那今日有方同學也是否可以用很不負責任地說 連服務質素下降的時候都不理沒問題呢 我們今天見到一筆局部款制度 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執行上都閉處多多 不單止令市民漸漸變成福利機構的顧客 而且根本做不到公平撥款 相反 實報實銷的支出多少 報銷多少 就能夠更加確保社福界維持前線原則 同時撥出的金額液貼合機構所需 因此今天變態理應成立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一條問題 我們見到一筆局部款制度 已經令社福界出現了商業化的問題 那你們認為又有沒有問題呢 如果有請有方同學提出一筆局部款 可以怎樣切實地改善機構商業化的問題 多謝各位 請反方主任同學 請反方主任同學出來 他的發言時間有四十秒 請反方主任同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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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免都是監管的問題 其實監管質素這方面的問題 都可以透過優化現有的計劃來解決 因此因為這個問題 而謬然取消一筆局部款制度是不治的做法 一,就是可以對社福機構進行定期的巡查 以及定期作出質素的評估 以檢察服務的質素 二,就是每年進行持份者問卷調查 以確保市民的聲音充分被反映 直至監察服務機構 能否提供具成本效益的服務 三,就是提供精算服務 收緊財務申報 專業審計員評估機構 有否濫用公帑 其實有方和我方的方向 都不免是以市民的福祉作為宗旨 其實今天就是以大眾的利益作為大前提 衡量今天的辯題 整個部款制度其實有三大理處 提供更適切的社會服務與社會大眾 第一,一筆過部款容許提供綜合性服務 以往在十部實施的制度下 社福機構需要向政府提供 每項活動項目的內容 服務難以作出整合 但在新制下 社福單位就能自決選擇 提供的服務不再僵化 反之更具彈性 提供服務對象範圍更廣 整體上更全面的服務 就以香港救世軍為例 香港救世軍的遵作方式 改成一筆過部款之後 被賦予的自由度 促使他們能夠重整服務 成立青少年綜合服務 為十一至十四歲青少年 提供適合他們的服務 服務範圍包括 開辦成長小組 開發義工服務 以及為外展青少年提供支援等等 由市官知 社福單位能夠對服務作出整合 優化燃油的服務 令市民能夠享受更加全面的服務 第二 社福機構在新制下 無需完全受社處規限 在具有單性以及自由度的情況下 社福機構得以自行選擇 對不同人士提供多樣化的服務 致合社會上不同的需要 就好像醫院有分工資營 中學也有分值資與否 令市民能夠按實際的需要 選擇最適切他們的服務 在一筆國撥款制度下 在服務對象方面 社福機構被授予更大的選擇權 從而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 因此不同階層的人士 都可以享有更大的選擇空間 而第三 人手方面 一筆國撥款制度賦予的靈活性 能夠讓社福單位按員工的資歷架構 安排他們出入不同的崗位 提供更多質素服務 將由張家陽樂方一副在詳細的論述 因此有方也無需擔心監管質素這方面的問題 其實現實告訴我 要全港的社福機構轉返 實報實銷制是不可能的提議 據整筆撥款獨立點途委員會主席黃英偉所言 取消現行制度回到實報實銷制是倒退的做法 全港有餘九成的社福機構已經轉至一筆國撥款 又如何能夠確保全港的社福機構能夠承受重整服務帶來的衝擊和挑戰呢 有方和我方的方向其實都是以社民的福祉作為依歸 有方和我執意取消一筆國撥款制度 完全對一筆國撥款制度的利署視而不見 審問有方同學 你們有沒有提出一個替代方案能夠確保做到目前一筆國撥款制度所做到的綜合服務 更多服務選擇和更靈活的人手調配呢 請有方同學不要迴避 不要帶我們到花園正面回應我方的問題 最後我必須重申 今天的編題絕不成立 多謝各位 主席·評判 友方同學 再在各位 大家好 首先 今天 こう終合的 könnt act 你從何時聽到我們說這個監管的問題 今天你逼我們的機構變得商業化 你逼他們自負盈歸這個原則的問題 並不是有方跟你所說的監管問題 有方同學麻煩你放下你手上的稿 聽清楚我們說話先吧 今天有方同學說的話有兩大重點 第一是優化現時的計劃 第二是資源調配的自由度上升了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一筆過貨款可以讓機局靈活調配資源 但今天究竟政府限制過我們什麼 有方同學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 有沒有試過機構要電腦等等的必需品 政府不讓你買呢 有方同學包裝得很漂亮的 但實際上可以靈活調配資源 正正是因為監管少了 有方同學今天為何會出現 福利機構原本被人剝削 為何一筆過貨款之後 1.5萬個社工被人大幅減薪 就是因為有方同學你口中所說的靈活性 有方同學你為了幫商家 你犧牲了我們千千萬萬的前線員工 最後是不是沒有問題呢 看看今天為何政府要對這些社福機構撥款 主要是為了確保窮人可以享受到服務 但是今天的一筆過貨款 正正是逼我們社會福利商品化 今天社福機構都要講商業原則 都要自負盈規 今天七成的社福機構比迫加價超過15% 於是紅人通通被拒諸門外 有方同學社福是要來幫助最有需要的那班人 但今天得不到幫助的正正就是這班人 有方同學為何今天服務變成了交易 為何福利變成了一盤生意 為何今天有錢才能享受到社會福利 有方同學為何今天我們有需要 我們要接受社福機構的援助 但是就變成了你所謂這盤生意的顧客 有方同學我們今天的重點不是錢 而原則的問題 有方同學公帑要用得其所 但是今天這些社福機構最基本的原則 都符合不了的時候 整個制度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更何況今天有方同學根本給不到一筆 剛剛好的數我們 在一筆過剝款底下 根據明報報道 2008年就有162間社會機構 累積了高達22億的儲備 完全體現了金額過大造成的 只是浪費公帑 而發放金額不足導致的 就是機構想盡辦法削資源整加 可惜最後14.3%的機構 仍然逃不過倒閉的命運 有方同學 今天公帑是否給你這樣用 剝款是否給你亂派 給多了促成的只是年年 超過20億的儲備 跟金額比少了 真是影響服務質素 甚至導致它們倒閉 那一筆剝款必須要剛剛好 我們今天見到機構的差在地租 仍然是實報實銷 正正就是因為一筆過剝款的機制 就是有這個問題 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是否為了利益 為了錢 放棄原則都沒有問題 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副面的發言時間為 2分17秒的報告 沒有報告時 不需要求貪 現在到反方第一副面的同學 書的發言時間 3分17秒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 一筆過剝款的制度靈活性 可以給社福監委 按照員工的資歷架構 安排他們出入不同的崗位 提供更足高質素的服務 社工介受僱員 有社工是畢業生 富學士畢業生 和前線資深社工等等 鑑於富學士畢業生的年資上淺 社福機構可以利用 整筆過剝款下的靈活性 去設立社會工作助理一職 給該批的僱員 從事較簡單的文書工作 前線的工作則留給資深社工 既能夠給更多人投身社福界 亦都可以提供更高質素的復稿 社福機構更可以按連資 專長去自行分配員工的出入某個崗位 例如聖亞國福群會 就在一筆過剝款制度實施之後 聘請了管理資訊科技的員工 完整的內部架構 促使社福單位受僱員 擔當不同的角色發揮所長 從而提供更針對性 更具成本效益的服務 今天有班同學就擔心 在一筆過剝款制度實施之後 服務的質素會下降 但其實只要加強監管 加強檢查服務質素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而一筆過剝款能夠給機構提供更多種類的服務 給他們有更多的發展空間 同時可以維持有優質的服務水平 又可以給他們儲錢以備不時之需 一舉三得絕對不應該被取消 接著有關同學就說 因為一筆過剝款制度實施之後 機構是被迫將一些服務加價 而窮人就被拒諸門外 但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說過 要放棄我們自己的原則 社書和很多機構也有提供一些基本的服務 是給一些財政能力較低的市民 也是兼顧到他們的需要的 有班同學又擔心機構的盈餘可能過多 但曾經有班同學以實例證明 機構只是掛著儲錢 而它的服務質素因此而下降 雖然可能某家機構的床位貴了 但正正是因為這個一筆過剝款制度 賦予的靈活性 讓市民可以根據自己的財政能力 去選擇一些適合自己的服務 有班同學反對一筆過剝款制度 不讓社福機構存錢絕不可取 例如我問我媽媽拿來用錢的時候 如果用實譜實銷制度 就要天天問她拿26元吃飯口 但今天突然間飯店加價 那我吃甚麼呀有班同學 在實譜實銷的制度之下 審批各項活動是一定需時的 但協助市民是一分一秒都不可以遲 而社福機構將資金存起來 將來都會用作社會福利 做福市民 現在積谷藏機以便日後解決延避之急 請問有方同學有甚麼問題呢 今天我們看到有方和我方 都是希望以市民的福祉著想 但是有方同學就說要取消 一筆過剝款制度 那究竟有方同學想用甚麼方案 來取而代之呢 還是有方同學認為社福機構 社福界是完全不需要資助 有方同學必須提供一個可行的政策 否則今天的辯題絕不成立 多謝各位 兩方正在庫別的庫別時間為2分54秒 我方是五星六分 現在請正方的第二庫別來出發 現在庫別時間有3分鐘 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看到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在一筆過剝款底下 我們可以積谷藏機 我們可以有一筆錢給它靈活地調配 但有方同學我們看到第一步已經出了問題 今天你從頭到尾都沒有答過 我們怎樣可以用公平客觀的標準 給到一筆剛剛好的錢 這筆錢可以適合每一個機構的需要 我們看到第一步撥出的金錢 沒有一個公平的準則 沒有一個公平的標準 它衡量要撥多少度已經出了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否應該繼續執行這筆過剝款呢 更何況我們撥出來的款項是公帑來的 這筆是社會資源 到底是否可以在一個未能夠準確衡量 撥多少的時候的情況下 我們是怎樣去調配這一筆社會資源呢 今天我們看到有方同學的立論 根本完全麻木地忽視了現況 他今天不斷跟我們說 我們要說靈活性 我們要說有彈性 但有方同學請你跟我們證明 在以前實報實銷底下 政府限制過這些機構做些什麼呢 有沒有因為以前是實報實銷去批出這個貨款 於是政府我不讓你開辦青少年服務 政府我不讓你靈活調配資源 政府我不讓你的員工去調職 有方同學這些情況有沒有出現過 我們要做的是比較以往和以前的一個狀況 今天我們看到 是否因為現在有這個青少年的服務 現在開辦了一些新的服務 就一定是因為我們轉了一筆過撥款而帶出的呢 今天當中的直接關係在哪裡呢 是否有一筆過撥款 所以我們才有新服務呢 有方同學請你跟我們論證 更何況我們看到政府從來沒有干預過這些社會機構 開辦新的活動 今天有方同學所說的靈活 所說的彈性 到底推論從何而來呢 更何況 今天有方同學只不過把這件事包裝得很好聽 我們看到你所說的靈活 其實在做的貧值政府少了監管 我們只一副已經跟我們說了 我們多少員工被人剝削 多少人被人被迫減 有方同學這些你可不可以跟我們正面論述一下呢 其實有方同學他跟我們說了 究竟為什麼十個實銷不可行呢 因為我們看到九成的機構都是在走 所以我們就不改 有方同學有錯我們要做的是改 不是由他一路錯下去 今天一個錯的機構 是不是錯的計劃 是不是一旦實行了 我們就走一輩子 就是因為我們擔心有個過渡 我們擔心不適應 於是我們就不改變呢 有方同學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否要取消 今天是否因為我們需要一個適應期 需要一個過渡期 因而我們就不應該取消一個錯的計劃呢 其實有方同學自從頭到尾都沒有回應過我方所說的商業化問題 我們今天見到政府要撥款下去 資助社福機構 就是為了避免他們要自負盈規 避免他們要擔心成本 因而去調高價格 或者因而要分行收費 因而變到商業化 變到很厲害的 下下要跟我們的市民收錢 今天社會福利 服務的是一班低層的人士 服務一班經濟出現困難的人士 今天你將整件事變到商業化 令到這些機構被迫 下下跟你說錢 我說下下要收費的時候 有班同學真正需要服務 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到底能不能得到幫助你 多謝各位 緊張 有班同學 我要不明白 社會機構為市民而出 必須被市民得益 有班同學 提出商業化 等 tão的觀點 貴的也是市民的利益著想 然而我們見到今天一不過扶款制度 仍能為市民提供服務的時候 為什麼有方同學立意要取消呢 我們看有方同學所說的論點合不合理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商業化 下下要問市民收錢 我想問有方同學為什麼 青少年服務中心老人院的服務 根本就不需要跟老人家 或者青少年收錢的時候 有方同學憑什麼 為什麼我們一不過扶款制度之下 所有機構就要商業化 問市民下下都要拿錢 下下都要收錢 有方同學這個此其一 第二有方同學怕服務質素下降 原因就是因為這一個扶款制度 令到機構要擔心成本的問題 有方同學我們見到 政府已經有完整的監管制度 有方同學主便也提出過 我們要提交財務報告 以確保財務的健全 也可以提供一些福利 我們有津貼的服務協議 來講明怎樣可以令市民真正可以得益 他們服務的質和量都有監管 有方同學擔心什麼 我看見今天其實所有制度 已經有一個監管制度在完善的時候 那有方同學其實為什麼要擔心呢 有方同學問我們為什麼 我們加了靈活性對市民 就是一件好事 有方同學我們見到以往 是根本不可以提供到綜合服務 是做老人服務 就只可以分做老人員 老人癡癌症 這些不同分開的一個服務 而今天我們整合了這麼多項服務 提供全面更廣闊的服務 比有方同學和全部市民的時候 那有方同學為什麼還要質疑反對這個方案呢 我方主便已經講過很多的優化方案 提出持份者問卷調查 以確保市民的利益也得到保障 意見得到照顧 有方同學不理 有方同學更加質疑我們為什麼 要令到這個制度變成商業法 有方同學我們從來沒有講過這個制度是商業法 這個制度本身也不是商業法 只是為了給機構可以有更大人手調配空間 有更大的資源調配空間 而設出來的方案 以令到服務更全面 受益民眾更廣 有方同學我們見到 現在提供的服務更廣闊 更加是可以整合更加針對性的時候 有方同學為什麼呢 這個不是對市民的利益 有方同學擔心的市民利益 其實正正在這個計劃底下 更加得意彰顯 有方同學為什麼還要反對這個方案呢 其實有方同學和我們不斷講商業法 為的都是市民 我們主便一副提出的也是為了市民 而偏偏有方同學在取消這個計劃的時候 根本未能提出另一個有效的撥款方法 有方同學根本就沒有提出一個方案 取消了一副撥款之後怎麼做 有方同學是否認為一個社會 一個社福機構是不需要撥款就可以運作呢 有方同學根本不提出方案的時候 取消了這個計劃之後 我們社福機構應該怎麼做呢 有方同學請不要再回避問題 請回答我方為什麼我們機構可以有更大的靈活性 要配人手資源整合服務是一件不好的事 請問有方同學怎樣可以在取消撥款之後 仍然維持社福界的運作 請有方同學不要再回避 答我方最後今天變態不能成立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兩分五十九秒 沒有過時不需求分 現在是台下訪問的時間 請正方第一次的台下訪問 你的發言時間為一分鐘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承認 最一筆過的撥款會帶來公討的錯誤 以及相應發的問題 於是有方同學就提出了優化 例如定期檢查 同盟聘請偵測師調查流用公討等等 這個明顯是一個事後解決問題的方法 相比之下 實報實銷可以根本事前度絕問題 為什麼有方同學還要堅持幾件呢 再者 今天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你們還未提出過 就是一筆過撥款是容許削減資源 就好像政府在03年已經削減了撥款 9.3% 相反 實報實銷是一定會有這個問題發生的 在這裡我想問一下 究竟政府如何可以在保留一筆過撥款之下 是不會削減到對社福機構開支的呢 請反方同學提出一個確切的方案 證明要回答我的問題 肉圖結束 是否真正起 對社福機構開支的呢 三個不停地交通 的發生的問題 你們不要再理解 清算是否這樣 真正這次的問題 建設在這兩個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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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 讓投資有更多多 現在方的確認同 對社福機構成為方的確認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天看到我方提出的优化制度竟然可以解决问题 为何我们还要大废周章去取消这个计划 去复行救济呢 有方同学 何况我们看到在实报实销之下 就是因为政府也提供过这个特别的部款 正正就显示出实报实销底下 是没有办法可以 好像有方同学所说的 公平公正地 客观地给到一些足够的资源 给各个社福机构使用 谢谢各位 现在请法科第一次摘 Self Work 有方同学今天一直在质疑地 一不过负款是不是真的可以提供取凌活性 跟证明 整个福群会 在旧有实报实销的制度下 聘请不到很需要电脑人手 正正因为有一不过负款 所以便可以聘请到很需要的电脑人手 請問有方同學在舊有的實報實消之下 怎樣可以做到這些靈活性呢 多謝大家 首先謝謝有方和我剛才的問題 謝謝有方和我剛才的問題 首先我想問有方同學 為什麼你覺得我們實報實消之下 行的制度沒有靈活性呢 政府從頭到尾有沒有說過 我今天不讓你請電腦技術人員 不讓你買紙巾 不讓你開什麼班 開什麼班呢 為什麼實報實消沒有靈活性 另外有方同學 剛才有方同學義父告訴我們 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過商業化 但是今天你要他們自負盈規 你要他們分行收費 你逼他們自己管理自己機構的金錢 你這樣做不是迫區商業化是什麼 有方同學多謝 請政府再次提提コメント 請政府第二次的提問 請政府第二次的提問 我請政府各自闔 現在歡迎時間有一分鐘 請政府反正 請政府不管再回避現實 否認這個制度 這制度所衍生出來的商業化問題 我們今天看到社福界在01年裡 亦即是制度出現後因為缺乏資源 而被迫商業化而自省開支的例子是比比皆是 義父所說的沒有這些問題又是怎樣來的呢 例如1999年長者宿舍和安老宿委共大約8000個 就是因為制度出現後資源被削減 結果收委被減值一半 老人護理善食等的服務 全部要通通額外收費分拆收費 義父所說的沒有這回事 究竟是否自欺欺人呢 我們明顯見到在這個制度下 犧牲的不是一群窮困而又有需要幫助的人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今天見到在這個制度之下 犧牲的人越來越多 請有方同學提出一個在這個制度下 仍然存在情況下 又可以真正解決到商業化之下 所帶來節散開支 而又犧牲了服務質素的方案 多謝各位 來拍攝 我們早前面做的 來拍攝 歡迎大家 我們從來沒有犧牲服務質素 這個計劃正正開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質素 我們見到這個計劃能夠根據市場所需要 根據市民的需要來分配資源 讓機構有更大的空間為市民提供針對性的服務 有方從來我們見到實報實消制度就是政府說了事 政府一班官僚坐在政府的總部裏面 怎樣可以明白到市民需要些什麼 他們控制人手架構、控制服務類型的時候 有方同學怎樣可以為市民提供到一個洩色的所需 有方同學根本從來沒有論證過 為何在實報實消制度之下 仍然在香港市場在敏感度調節服務 令市民真的不能獲得的需要 有方同學更加從來沒有說過 怎樣可以在社會界取消了一份個部份之後 但仍然維持服務質素 有方同學其實從來只是空談 根本沒有提出任何可行方案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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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方見到前線社工比官僚更熟悉社會需要 可以為市民提供更適時的服務 但有方同學認為要取消一筆個部份 要走回頭路用實報實消制度 將用錢的權力放在一個相對不熟悉社會現況的人手上 有方同學認為這個合不合理呢 多謝我們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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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